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么在家庭里面其实对我们来讲 情感交流 情绪价值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器人很生动的 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么他可以作为我们家里面的管家 为我们来进行服务 所以不管是这个独居的老人也好 还是这个一些年轻人也好 还是孩子也好 其实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来陪伴我们 你为什么叫跃迁 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 我的名字源于一种物理学现象 这样子跃迁象征着突破与改变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以前我们的机器人的很多动作是根据场景的需要 然后让他去自动的做出反馈 因为今年用了大模型之后 我们这种反馈它就不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 而是变成了一种可生成式的 不管是他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内容 然后他看到的环境 感知到的环境 以及他动作其实都是生成出来的 所以这个呢 更适用于我们将来的一些 这个复杂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面向家庭服务的 那么他在家里面 家里面的这种服务场景会不断的变化 这可能是我们跟这个其他做工业应用的 这个机器人不一样的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去解决机器人的动作问题 而我们的话是完全采集人的数据 用learning base的方式来去做 这样的话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它采到数据完全源于人 所以它的动作就非常的接近于人 第二个优点是 类似于人的这个 有条理的一些逻辑化的一些操作方式 它也会同样被学得会 并且这样的话 它还跟大模型更容易去结合 完成这种任务分解 所以 首先是从实验室到一些专门的场景中 然后在这个场景中的话 它的任务是有限的 它需要做的动作也是有限的 这样的话它可以先完成商业价值 完成商业价值之后的话 它进入的商业场景越来越多 结合起来它就还有可能满足于这种家庭的非常丰富的需求 但是我认为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按照现在无论是机器人发展的技术 还有AI发展技术 我认为三年之后 至少它的能力上是应该能满足的 从成本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转型 会给这一波带来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这样的话我认为三年之后 应该有很多人能买得起 是否还能满足的转型 就是在大陆之后 还是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来说 就是这个国家的转型 就是这个平台的转型 就是这个平台的转型 是这个平台的转型 就是这个平台的转型 那在平时的话 有些话和有些场景里边 我们现在是比较缺乏这种 人和人直接的接触 或者是关心 或者很直接的一些照顾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机器人的加入 会是很好地去弥补这一块的空白